哈喽,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在伊斯坦布尔 走路一定要看楼梯 这边是蓝色清真寺,那边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叫做军事坦丁堡竞技场 那边有一截坊间碑 我想过去看一下 我们先去看那个坊间碑 走这个方向 就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古埃及的坊间碑 看到了吗 看一下 那边还有一个摇箱灰印的 但是是复制的 就这个是真的 他们这种壁画画的这个 这是埃及的这个 埃及的文字 这是文字 这是文字 文字 猫头鹰 对对对 你看眼睛 对 这是古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的方间碑 图特摩斯三世呢 我那时候不是去那个帝王谷的时候 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陵墓呢 比方谷的林墓里头就有他 应该是公元 这是公元三百九十年 对 看公元三百九十年 他是矗立在这 就是不是说是他是这个 呃 就是 就是他你 就是说这根坊间碑的时间 这根坊间碑的时间是公元前 一四九零年 是吧 就是说 他 被他弄 那个用过来 对对对 就是那个叫做狄奥多西的一个罗马皇帝 狄奥多西的一个罗马皇帝 他呢在公元三九零年 从这个 古埃及的卢克索 我去过的卢克索 那个地方 卢克索就是神庙 就是卡纳克神庙 把它运 运到这来的 就是说这根坊间碑 在这个 进气场这个位置 处立了一千七百年 知道吧 这个坊间碑的历史大概就是 三千五百年左右 因为他是公元前 一四九零年 是吧 说起这个 比奥多西 过一会再跟他家聊 哦 这个底座子应该是个老底 这后面怎么抬钢 这是铁吧 反正这个怎么放在这上面 我的妈呀 这一千七百年前 就是这个活给我 我也搞不定的 哈哈 哎 你有没有想到 一千七百年前 我说有个有个项目让你干一下 哈哈 就就就就就把这个 这坨石头 给我从非洲 古埃及 给我运过来 哈哈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要保证它的完好无损 不说 你还给我把它立即在这 一千七百年前 像不到那个时候 它是怎么运过来 对对对啊 从从从埃及啊 埃及啊 这个我估计你看得多少钢啊 这个百吨怎么也得 几百吨嘛 怎么也得油啊 这个什么的 三十几米高 这一套大石头 整体的 这个大几十吨 一百吨有啊 几百吨有啊 几百吨 这个几十吨 几十吨我估计就这一截 几百吨 这个石心的石头 是很重的 对啊 你们这客气还是吃 这个活 你放到一千七百年前 你给我 我也干不了啊 这个大项目 这个能力有限呢 看他当时你看雕的这个 这都是 你看这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个上面这些 浮雕这些人 人物感觉都像罗马人 我看到 像罗马贵族 那样了 是不是 哎 有有点像 你看他那个发型 哈 那个罗马人那种发型 看到吗 这个迪奥多西大帝还是流劈啊 我跟这个坊间碑合个影 古埃及的东西真的是起步驾都是三千年 随便处理在这已经处理了一千七 刚才说这个迪奥多西 就是为什么一般的罗马帝国皇帝 大家就会说哪个哪个哪个皇帝 但是到了这个迪奥多西 大家一般会卡上两个字 大帝 这个为什么呢 他是罗马帝国最后最后一任 就是他一个人统治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也可以说是只有他最后一任 他那个时候才能叫罗马帝国的皇帝迪奥多西 因为他在这个就是 刚才看那个时间是公元三九零年嘛 他把这个坊间碑弄到这儿来了 他也是有想法呀 是不是 然后呢 但是过了五年 就是公元三九五年的时候呢 他就去世了 所以说从此以后呢 罗马帝国就变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就是他有两个儿子嘛 就是他觉得 哎呀 你看 当爹的统治的这个疆域啊 实在是太大了 对吧 你们也不需要争了 这真的是 他是给这个次子 就是让他统治西罗马帝国 而这个东罗马帝国呢 给他长子 于是乎从此以后 东西罗马帝国就再也没有合并 就知道没有了 就是已经就是灭云 灭亡也没有再合并了 而这个东罗马帝国不是说吗 就是他的首都呢 就是这里 这里呢 曾经是军事坦兵堡 大家记住啊 就是伊斯坦堡 以前的名字呢 叫军事坦兵堡 只不过就是说是 就是突厥人 就是奥斯曼人 过来在1453年的时候 打下这里以后呢 才把这个地名改了的 改地名呢 也就是这五六百年的历史吧 就差不多 前面呢 一直叫军事坦兵堡 然后呢 这个东罗马帝国呢 最后又就是发展成了 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不是那时候讲了吗 就是拜占庭的这个 就是建筑风格 还有他的这个就是教义啊 就是教义就是 主要是说是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 跟那条西罗马帝国的那个 又不太一样 对吧 就是 就是这个迪奥多西大帝 他在位的时候呢 他也是靠这个战争 就是上的位 就是利用了 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 这个广阔疆域里的 有很多的这个就是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一些冲突 因为有很多地方地区呢 都有就是类似于 就是 就是 叹乱 他呢 就不断地去评判 最后呢 积蓄了很大的力量 因为他本身呢 他是 他老爹就是一个 特别出名的一个将领 对吧 最后呢 他推翻了上一任的 这个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 自己呢 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样子的 而当时呢 就是 大家都是知道吗 公元是 就是说 耶稣 就是诞生的一年 它叫元年 是不是 而当时呢 你看是公元 三十年 就是四世纪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啊 其实 没有那么强大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 就是信徒 也没有说是 有多么多么的 就是前面啊 就是 获得了 就是说 类似于就是国王呀 皇帝呀 的 就是说是支持 而 只到了这个 就是 迪奥多西大帝呢 他呢 就是说 推崇呢 是基督教 他呢 把基督教呢 稍微整合一下 他觉得 基督教可以用于 就是 加强统治 是这样子的 所以 即使是他最后 去世了 最后呢 他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 他的就是说是 西罗马帝国 那边呢 就是 基督教 就是一个天主教 也变成天主教 而东罗马帝国呢 这边呢 就是拜占庭帝国 这边呢 就是东正教 就这么一个 所以说 这个地图上的这个 就是说 这个地理啊 尤其是亚窝这个板块 甚至就是说 还有就包括这个 阿拉伯半岛 就包括北非 很多历史 很多原因呢 真的是全靠 他当时的一个决定 就是 要把自己的这个 罗马帝国 一分为二 一个儿子 传一半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 历史呢 又慢慢地演变 就到了 今天的这个情况了 好了 现在呢 我跟这个李哥 准备去这个 走走走走走 走走 走 我们两个呢 因为他没有去过那个 圣索菲亚大教堂里边 我就说我们进去再转一圈 再去一次圣索菲亚大教堂 对面呢 就是蓝色清真寺 就是大家在这一带 溜达的时候呢 注意啊 尤其是男同胞 因为呢 好多人告诉我说 就比如说 你在这坐着 就一个外国人 尤其是一个中国人 就会有人跟你搭讪 谁搭讪呢 就是美女跟你搭讪 问你哪里来的呀 怎么样怎么样啊 什么的 最后呢 跟你关系热络一点呢 就邀请你 就是要不要一块儿 去喝个酒啊 什么的 对吧 最后呢 你要是上道了 那你就完了 对吧 就是一步一步 掉入一个桃色陷阱 大家还注意一点 对吧 江湖险恶 虽然说这一招呢 在我们国内 已经算是老套路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 老酒瓶子装新酒啊 反正都有人醉啊 是不是 你要吃面包 吃这个玉米粑 那我们就排队进去留一圈 好的 进来了 以前啊 这里是个博物馆 最后呢 去年 硬是把它改成了一个清真寺 所以说 所以说现在就不要门票了 就进去参观 但是像我们的话 还基本上还是把它叫做圣索菲亚大教堂 洗脚洗一下进去的 对啊 你看这个像 这是着装要求 这种就不行 女士的话要这样子 男士不能穿短裤 短裤不能穿 对 短裤就行了 我们短裤没问题了 走 进去了 我们的话就进去看一下 这个建筑风格 圣索菲亚大教堂 你看看 就有人专门管着的 这两位就不符合着装要求 就不可以 知道不知道 看一下 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可是拜占庭帝国时期 东正教的主教堂 杜金的吗 我估计是 好像是杜金的 对啊 这么大个帝国 要是我搞这个 我也肯定是用金子的 我不擦裙 擦擦裙 这个真的是 我们好像还要在这 换个鞋 好想个办法换个鞋 我这个鞋有点大 哎呀这个 二十四号 记住啊 哇 看到吗 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公元325年的时候 由这个军事坦丁大帝下令修建的 当时的东正教的主教堂 看到没有 真的有的时候想起来在那个年代 一千八百年前了差不多 它的这个跨度从那儿到这儿就全靠这些柱子 你看这周围这些柱子中间都是没有柱子的 这个要打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学或者是几何学 然后材料学这么一个工艺水平 其实以前都没有像这些文字的就是这些文字 没有就这个圆圆的这个这个没有的 这都是后期改的 这个在国际上也是可能众说纷纭的 一个人又一个人的看法 在这里呢我就不做评价了 反正我们就是欣赏一下人家的建筑风格 他们在干嘛 应该是在开会 其道 其道 还有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上面有人 你看他带着 这个什么仪式在搞 知道没有 看不清 没事没事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建筑风格 哎呀厉害呀 世界各国的游客基本上到伊斯坦布尔呢 都会到这个教堂来看一下 尤其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人可是东正教 哇哟 大哥拿饼干 喂海鸥 我们现在坐船去亚洲区溜达 哇好漂亮啊 来来来来来 你玩一个 我玩过了 就是你败碎了扔啊 因为我以前经常玩 因为他会吃你来开 对啊 你这个散弹枪你就搞一个枕的 对 看 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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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这个 你还有吗 扔了这么久 一个饼干都没扔完 海鸥都着急了 好漂亮 我刚好赶上了 这一群海鸥 哇 这不走了 对啊 哇 我好喜欢看这样的船机 太阳也快落山了 她看这边 在哪儿 那儿 这个地方 这边